泰民主派的議員作出三點要求 我們第一要求主席詳細和如實交代 這個WhatsApp事件 第二我們想請主席主持會議 不公有選立法會主席的誠信和權威向市民道歉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在剛才的會面之中 也都是用得最長時間的 就是想主席能夠提出一些建議 是在日後主持會議的時候 如何確保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以及更能夠確守政治中立這個承擔的 我們經過和主席的會面過的鐘頭 我們就接受主席說要一些時間 去認真地考慮我們這封信裡的三個要求 即使我們很細心能夠提供 再試一個多信念 封信裡的法會主席